来看第四节 会计职业道德的第二个考点 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 这两个都是对会计从业的一种约束 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从两个分野来把握 第一来把握住他们的联系 第二来把握住他们的区别 先来看联系 在联系上主要从三点来记忆 先来看第一段话 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 在什么上怎么着 在内容上说相互渗透相互吸收 在作用上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里有两个圈 一个是小圈写的是法律 一个是大圈写的是道德 我们说道德的约束 要大于法律的约束 我们经常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 所以说法律的约定 它的范围要小一些 道德约定的范围要多一些 先说他们约定的范围 再来讲一讲他们的起源 我们很多法律规定 最初都是来自于道德约束 最后形成法律的规定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内容上他们是什么 是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 在不做假账这个规定上 那法律也有 道德也有相关的约束 这时在内容上 他们相互渗透相互吸收 在作用上呢 叫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如果违背约定了 道德呢只能是进行舆论的这个抨击他 进行舆论的谴责 没有强制性 而现在在会计计长当中 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这种违法行为 我们只能靠什么 靠法律来进行约束 对吧 道德你发挥作用比较弱的时候 我就靠法律来进行约束 是吧作用上我们说他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而法律规定是最低的这个要求 那我们还有一些更高的要求啊 比如说在道德当中 有没有这个提高技能的这个要求 有没有 有 如果说你没有提高技能意识 我们说你缺德 缺什么 缺少的是会计职业道的这个德 但他违法了吗 他没违法 那对于提高技能这个要求靠法律是约束不了的 这是怎么办 你法律约束不了 我就靠道德来约束呗 所以他俩呢 就是你约束不了 我约束 我约束不了 你来约束 所以在作用上呢 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内容上相互渗透 作用上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好 接来再来看 说道德和法律 谁是谁的补充 谁是谁的最低要求 一定要注意啊 是法律是道德的补充呢 而道德是法律的补充呢 看这句话 会计职业道德 是会计法律支度的重要补充 因为会计法律支度啊 都规范的是一些最基本的规定 是一些最基本的规定 那在最基本规定之上 是否还有一些更高的规定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规定基本的 那道德就拔高呗 是吧 所以说会计职业道德 是会计法律制度的 一个重要的补充 那会计法律制度 是会计职业道德的什么呢 是最低要求 在我们原来考试的时候呢 就习惯性考核 谁是最低要求啊 是法律还是道德呀 注意 法律是一个最基础的规定 所以它是最低的要求啊 那再往下看 说会计法律呢 是会计职业道德基本制度的一个保障 法律是道德保障 因为法律有国家的这个强制力来保障实施啊 对吧 所以是法律是道德的一个保障啊 不能说道德是法律的保障 你要知道它这种表述 好了 这是我们提点出来 它的联系的考核点 来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就是会计职业道德 与会计法律制度的区别啊 在五个方面 它是有区别的 在未来考试的时候呢 就把这种区别呢 诚心说错 看你能不能识别出来 我们主要记的是关键词啊 主要记的是关键词 那我们依次来看一下啊 都是在哪五个方面有区别 我这里呢 调整一下顺序 我调整顺序的结果是什么呢 并以我好记啊 我好知道在哪五个方面有区别 我给编了一个口诀 好 那与教材顺序就不一致了 无所谓 它也不考你这个顺序 只要能记住 在哪几个方面有区别就可以了 来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在表现形式上不同 来看一下这些大白话的表述 我边念边解释啊 会计法律制度是通过一定的程序 由国家立法部门或行政管理部门来制定的 颁布的其表现形式 看啊 我们的会计法也好 什么婚姻法也好 交通法也好 这些法律是老百姓自己制定的吗 不是啊 是我们国家的立法部门啊 这些行政部门 他们来进行啊制定的 制定结果呢 都是有我们这部法律规定 一定共有多少章 有多少条 是不是啊 那它的表现形式 看一下 注意了啊 记住了 它表现形式是具体的 有多少章 多少条的规定来进行组成啊 是具体的明确的 是正式形成文字的成文的规定 然后在我们社会上统一来发布执行的 这是会计法律制度 它的表现形式啊 然后再来看会计职业道德 那会计职业道德 我们刚才讲了七个方面的内容吧 对这些职业道德来讲呢 它是出自于会计联的职业生活和职业实践啊 来自于我们会计的职业实践 那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它的表现形式是既有成文的规范 也有不成文的规范 它不像法律都是有相应的成文规定的 因为道德存在于人们的意念当中 体验在意识当中 那这样来讲呢 它有一些成文的规范 像我们刚才说那个七点 它就是成文的规范 还有一些它没有体验出来的 那这就是不成文的规范呗 是吧 那好了 我们要知道 作为道德的表现形式 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 来再来看 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在作用范围上 那我们来看 作为会计法律制度来讲呢 它侧重于调整的是外在的行为呢 还是内在的行为呢 注意 它侧重调整会计人员的什么行为 外在的行为 调整这个过程 还调整它相应的结果的合法化 对于它违反法律规定 还是没违反法律规定 不是它想怎么着 而是它一定要做出来 它做出来的结果 我们说合法还是不合法 而道德是想都不行 不是看你结果 而是看你这个想法 那来我们看一下 法律制度调整的是外在行为 和它结果的合法化 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而道德呢 来看 会直接道德不仅调整 它的外在行为 如果说贪污 贪污 结果是把钱 工业钱拿到自己家去了 就是贪污呗 对吧 对于贪污 如果把钱拿回去了 这个外在行为 法律要对你进行制裁 道德呢 对你要进行制裁 都有这么一个结果了 是吧 调整外在行为 那同时呢 作为道德来讲呢 还调整 快计人员 内在的精神世界 作用范围更加广泛 什么意思 作为道德来讲 不仅调整外在的 还调整内在的 那如果说 我还没把钱拿回去了 我只是想一想 想贪污 法律制裁我吗 法律是不制裁的 法律制裁是你的结果 而道德 那就要进行自国潜在了 我怎么能 怎么能有贪污的意识呢 那所以道德来讲 它的这个作用范围更广泛 不仅有外在 还有内在 再来看第三个方面的区别 就是评价标准的不同 既然法律是由国家的立法部门来制定的 那它是依照法律规定来作为你 说你是违反了 还是没违反 而对道德来讲呢 不是国家立法部门来制定的 这是来自于约定俗成 是不是啊 你应该爱港经验 你应该城市守信 你应该提高技能 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 那这种规定来讲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来进行评价 会计职业道德是以什么 行政管理部门的规范和道德评价 行政管理部门就是我们有成文的 那以这个成文规定来进行评价 没有成文的就靠道德评价 说你道德这个符合规定 还是不符合规定 通过道德评价来作为评价的标准 这是法律和道德 在评价标准上是不一样的 好 接下来再来看 在实施的保障机制上是不一样的 如果法律有规定 那你违反了 那国家的这些法律部门呢 强制力要保障实施 是不是啊 好 法律制度是依靠国家强制力 来进行保障这个法律的实施的 而道德呢 不是立法部门制定的 来自于约定俗成 那这是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 会议职业道德主要依靠行政管理部门 它的监管 如果说我们的会计法律规范当中呢 有成为的规定 是行政管理部门来颁布的 那就由行政管理部门来进行保障 对吧 但还有一些是约定俗成的呢 那我们来看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违背了呢 只能靠道德评价 这个舆论谴责你 就没法收拾你了 那我们来看 说依靠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执行 和职业道德教育 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道德评价 来进行实现 如果你不好好的提高你的技能 我们就靠社会的舆论 靠吐沫来咽死你 让你来提高技能 这就是道德嘛 对吧 它的保障机制 来再来看 最后一个性质 性质呢 就是六个字还是四个字 说六个字吧 那作为法律制度 它的性质是什么 是他律性 作为道德的性质 是什么性 自律性 在未来考试的时候呢 就是说谁是他律呀 谁是自律呀 也能识别出来 什么叫他律性自律性呢 对于我们快人员的约束 现在有明文的法律规定 这法律规定 对我们快人员的约束是什么 就是来自于快人员的外部吗 这是叫他律性 说会计法律制度 通过国家强力 来进行强制执行 具有很强的什么性 他律性 就是国家法律 对你快人员的约束 就是他律性 那自律性呢 我们道德呢 说我们不断的增强 我们道德的意识的培养 是吧 道德的教育 让我们有一个良好道德 当我们有良好道德以后呢 我们不去这么做 我们不去贪污 我们最真实的反应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叫自律性 来我们看这句话 这段话真长 简单念一下 边念边解释 会计职业道德通过 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的规范 这是成文的 和会计从业人员自觉执行 就是约定俗成的那个 具有内在的控制力 可以约束会计人员的 内在的心理活动 具有职业的更高目标 像我们刚才所说 快职业道德不仅调解你外在的行为 还调解你内在的想法 是不是啊 所以他说呢 具有职业的更高目标 要求会议人员应该怎么做 或者不应该做什么 具有很强的自律性 真常这段话 结论就是记住 记住什么性 自律性 我想的就可以了啊 好了 这是我们的五个方面 他们的不同点 未来考试时呢 就来看一看 他这五个方面 说有不同 哪有五个方面呀 看你能不能挑出来啊 说保障机制不同 你说对不对 确实有保障机制不同 性质不同 对不对 那确实有性质不同啊 那有这五个方面的不同 如果说人员不同 那就不对了 这是一种考法 还有一种考法呢 就是具体考他们不同点 谁有他类性 谁有自律性 是吧 谁靠强生力保证 都是很简单的啊 来我们看一看 他的有可能的考核的这种内容啊 来考核他们的联系 考核他们的区别 主要考核区别 联系呢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是来考核联系的 下来关于企业会计人员 在讨论会议职业道德 和会计法律制度 两者关系的表录中啊 正确的有什么 来看A 会计法律制度 是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补充 错了 道德是法律的补充 法律只规定基本的 道德不仅规定基本的 还规定更高要求的 所以说道德是法律的补充 2B 会计法律制度 是会计职业道德最低的要求 这个是对的啊 C 违反职业道德 一定违反会计法律制度 这是不对的 因为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更广 那你能说 违反了一个更广的 就一定违反更窄的了吗 那不可以这么说的啊 你说如果我不提高技能 我违反职业道德了 我违法了吗 没违法 而他表述是错误的 好 再来看4D 会计职业道德 与会计法律制度 在内容上是什么 内容上相互渗透 因为很多法律规定 都来自于道德啊 相互渗透 相互其中 在作用上呢 你管不了的我管 就要什么 相互补充 相互协调 所以这句话是表述正确的 那表述正确的就是2B和4D 来 我们再来看这个题目 是来考核他们的区别的啊 来 我们看A选项 会计法律制度表现形式是成文的规范 而会计职业道德呢 它表现形式既有成文的 也有不成文的 这是一个正确的表述 2B 会计法律制度具有很强的自律性 法律制度是自律吗 法律是他律性 是不是啊 回家法律要求你会议人家怎么做 他律性 这里表述错误了啊 会计职业道德才具有很强的自律性 C 会计职业道德主要依靠行政管理部门 监管执行和职业道德教育社会舆论传统习惯 道德评价来实现 这个对不对 这是正确的啊 那我们要注意会计职业道德 就来自于社会议论吗 它还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规范呢 所以呢 它主要依靠两个方面 有成文规定的 依靠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 那没有成文规定的 那就依靠我们的社会议论呗 依靠道德评价呗 对吧 来 再来看司机选项 会计法律制度测证于调整 会计人的外在行为和结果的合法 正确 会计职业道德呢 不仅调整会计人的外在的 还要调整内在的 这个是一个正确表述啊 道德作用范围更广泛 这是一个正确的表述 这样来讲 我们来看 他们的区别表述不正确的 单项题就是2B选项呗 对吧 你说这种题 当有很多内容的时候 这么多大段文字 我提示你 还是记关键字就可以了 理解了 这种题还是很容易做的啊 当你理解以后呢 初级教师呢 他诚心会出一些 让你根据关键词 能判别的啊 这个选项的 像这2B选项 他类自略 很容易能判别出来 那题目就很容易答出来了呗 对吧 好了 这是这种题目 好 这是第二种考核方法 这来讲呢 我们把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 这个考点就讲解完毕了 记住他们的联系了吗 记住他们的区别了吗 都记住了 这个考点我们就拿下了 好 同学们 这个考点我们就讲解完毕了 这节内容我们也就讲解完毕了 我们下一节再见